最近李承炫可是彻底出圈了 凭借着一首低音泡版的天上飞 燃爆拳网 一身黑西装再配上白眼镜 明显的斯文败类风格 真的是太对观众们的审美了 不过令人注意的 不仅是她的颜值和唱功 还有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看过哥哥这档节目的都知道 李承炫的小尾巴李珠贤 因为周文不好 经常跟在李承炫左右 让她帮忙做自己的翻译 在周文别角的李珠贤眼中 能熟练使用中英韩三文语言的李承炫 简直就是自己的偶像 而这种美男配美男的互助组合 也让不少观众磕起了CP 我将来你的40 你怎么说的 尾巴 今天我是你的尾巴 好的 还是我的尾巴 你是我的银子 银子 当然能有如此的中文水平 李承炫也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 翻看她以前的微博就能发现 她学中文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以前的微博里 她坚持用中文表达自己 只是因为中文不好 经常会打错字 而且有时候打的字和她想表达的意思 差别还是很大的 比如把东西打成了洞西 把大家打成了大甲 甚至还有这种让人琢磨不清的话语 我猜大概是我杀青了 这张照片是我最后一场的戏 当然看这种微博也是很有魔性的 有时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念出声 为此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为什么她的微博可以发语音 不过比起这些我更好奇的是 当时还不认识汉字的李承炫 是怎么打出来的字啊 难不成是用的语音转换文字 其实李承炫的拼音还是不错的 最早期的微博里 她都是用拼音发的文章 而喜欢她的粉丝们 也是用拼音发的评论 这种做法听着还是很暖心的 只不过一眼望距 确实是有点头大 翻看评论时 总有种上语文课的感觉 之后李承炫就遇上了七威 做了一名中国女婿 记得当时还有不少人询问七威 平常和老公李承炫的沟通方式 本来以为七威会学习一种新语言 但没想到她从头到尾都在跟李承炫讲中文 完全没有把她当外国人沟通 被问为什么时 竟是因为吵架会赢 为什么不学其他国的语言 我觉得中国话我绝对就是实力完胜它 我为什么要削弱自己的战斗力呢 对吧 其他的不会你爱说什么听不懂 现在的李承炫中文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但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场景 很难精准表达自己的意思 比如在《这样唱好美》这个节目中 李承炫作为常驻嘉宾 对学员做点评时 中文词库频频告急 把瑕疵说成了傻子 把复古说成了古代 甚至还乱用勾引 听着欺威在一旁直摇头 我觉得有可能这首歌的锡 它太高了 失去了勾引我的那个声音 勾引我的声音 两个人的 那个不叫勾引 勾住 那叫做吸引 吸引 吸引 对 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更好笑的是 李承炫还差点把女儿Lucky给教坏了 当时Lucky正拿着指南针玩耍 李承炫便想着教女儿这个东西的读音 但他只会英文 不会中文 于是就向旁边的摄像大哥请教 可本来说的好好的指南针 到李承炫这里 就成了指拿针 关键他自己还觉得很对 什么针 指南针 拿针 指南针 这种情况要是让七威看见估计是要生气了 除了精修普通话外 李承炫还会讲一点四川话 毕竟他的老婆七威就是地道的四川人 不过当艺人说起方言来确实是很反差 尤其是他唱的这段Rub简直不要太搞笑 看到这里只能说李承炫不会是一个Rapper 其他的四川方言记不清楚 这句老子明天不上班倒是忘不了 实在是太魔性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老婆是有她单独的一种 另外一种杀刺的这种 杀刺的这种 侠刺 就是那种 声音 这种是什么 嗨 我老婆是你 我老婆是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